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祢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 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复兴 主祢是我神 祢掌权同管万有 祢永远坐着为王 主耶和华 漫有怜悯和恩典 我投靠 在祢翅膀迎下 当我挥转 衣袖虽然有哭泣 早晨 闭幻呼吸了 你坐着为王 到永永远远 随红水翻腾 我见地仰望祢 你坐着为王 吹听我呼求 是我灵苏醒 又复活的生命 主耶和华 漫有怜悯和恩典 我投靠 在祢翅膀迎下 当我挥转 衣袖虽然有哭泣 早晨 闭幻呼吸了 你坐着为王 到永永远远 随红水翻腾 我见地仰望祢 你坐着为王 吹听我呼求 是我灵苏醒 又复活的生命 主耶和华 漫有怜悯和恩典 我投靠 在祢翅膀迎下 当我挥转 衣袖虽然有哭泣 早晨 闭幻呼吸了 你坐着为王 到永永远远 随红水翻腾 我见地仰望祢 你坐着为王 吹听我呼求 是我灵苏醒 又复活的生命 你坐着为王 到永永远远 随红水翻腾 我见地仰望祢 你坐着为王 吹听我呼求 随红水翻腾 我见地仰望祢 你坐着为王 到永永远远 随红水翻腾 我见地仰望祢 我见地仰望祢 你坐着为王 吹听我呼求 随红水翻腾 我见地仰望祢 你坐着为王 到永永远远 你坐着为王 到永永远远 随红水翻腾 我见地仰望祢 你坐着为王 到永永远远 你坐着为王 到永永远远 你坐着为王 吹听我呼求 是我灰远远远远远远远 是我灵苏醒 由复活的生命 主祢作者为王 虽洪水翻腾 祢仍然作者为王 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祢掌权 主仲然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 自己的王 但是神 在祢的耳里里面 心里深深的知道 唯有祢是王 祢掌权在我们的生命里 祝愿我的一生 可以歌颂祢 敬拜祢 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 做宝座的主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祢是那位永远作者为王的神 祢作者为王 直到永永远远 祢是无论环境 是多么的艰难 无论遭遇到的 是多么令人灰心失望的事 我知道祢作者为王 所以我要坚定地来仰望祢 祢是那位永永远远 作者为王的神 请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诗篇82篇 神站在有权利者的会中 在诸神中行审判 说你们审判不禀公义 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 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申冤 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实行公义 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 就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地的根基都摇动了 我曾说你们是神 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然而你们要死 与世人一样 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 神啊 求你起来审判世界 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 在诗篇82篇第一节说 神站在有权利者的会中 在诸神中行审判 都是以诗篇平行体的 写作方式来理解 在结构上 诸神就是指着那些 有权利者说的 若是连结下文 在第二节说 你们审判不禀公义 寻二人的情面 要到几时呢 因此我们就可以确认 诸神 这个字 比较恰当的翻译 应该是审判者 因此本篇诗篇 乃是神借着诗人亚撒 对这些不义的审判官来宣判 他宣告说 神乃是那位至高的神 神要向这些不义的审判官 施行公义的审判 这些世界上的审判官 他们是有权利的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审判 在世界上的人 然而他们至终 也必定要接受 神对他们的审判 经文在此处非常直接地指出 神就站在有权利者的会中 他在这些审判者的当中 他看着他们 他要向他们施行审判 在第二节说 你们审判不秉公义 寻恶人的情面 要到几时呢 这是控诉这些不义的审判官 控诉他们完全地背离了 他们所应当持守的公平和正义 他们其实不是一时失察 他们也不是不小心判断错误 他们乃是继续不断地失职 他们被称为不义的审判官 然而 到底什么是这些审判官 应当有的执者呢 在诗篇八十二篇三到四节 说得很清楚 他说 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胜冤 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 施行公义 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 就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因此在第五节说 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地的根基都摇动了 这是说明这些不义的审判者 当他们被黑暗所蒙蔽 或者说他们专门做那些黑暗的事 他们不但没有尽上自己应尽的职责 或是说他们对自己应当做什么 好像处在一种迷茫无知的状态里面 因着这些失职的审判官 或者说这些不义的领导者 使得国家社会的根基摇动了 在第六节说 我曾说你们是神 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在此处神这个字所代表的 仍然是指着这些审判者 其实他们不是神 他们只是人 而是在这里用这个字来称呼他们 乃是要强调 他们是从神领受了 神所赋予他们的权柄 是神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代表神来管理 来担任审判的工作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 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 曾经引用诗篇八十二篇 在此处的经文 耶稣说 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 我曾说你们是神吗 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 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 尚且称为神 父所分别为圣 有猜到世间来的 他自称是神的儿子 你们还向他说 你说僭越的话吗 主耶稣说 那些承受神道的人 尚且称为神 神这个字是复述的 也就是说此处的神 并不是指着那一位 独一的人 或是说这些从神 领受权柄的这些审判者 或者是领导者 他们只是人 但是因着他们承接到神 如此重要尊贵的托付 使得他们能够拥有 比众人更高的地位 他们被称为神 当然这一段福音书的经文 重要的乃是指出 主耶稣他是神所拆来的 是那一位神的圣者 若是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 又怎么能够说他是僭越的 另外在罗马书13章第一节说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这都清楚地说明 这个世界上 所有一切的权柄 都是从神而来 神是一切权柄的根源 祂是那位至高的掌权者 接着在第七节就说 然而你们都要死 与世人一样 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 这真是准确地说明了 这些拥有审判权柄的审判者 在本质上还是跟一般的世人 没有什么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会死 就算贵为王子 就是你是审判官 你是国家的审判官 检察官都一样 你是国家的掌权者 都一样 都会死 因此在这位至高伟大的神面前 人世间所有的地位和尊荣 其实都是虚空的 所有的人 不分贫富贵贱 都要死 并且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在第八节说 神啊 求你起来审判世界 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严 神是那位至高的审判者 祂是权地的主 使能在此处起来 求神起来施行审判 当神审判的时刻来到的时候 不但是这些不义的审判者 要面对他们应得的审判 同时也是万邦万国得着 公平公义审断的时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活在这个罪恶败坏悖逆的世界当中 我们岂不期望神的审判快快地来到呢 我们岂不期望神掌权的日子快快地来到呢 我们会不会像使徒约翰说 主啊 我愿祢来呢 弟兄姐妹 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 赐给我们全品 做神的儿女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都尽上自己的职责 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 能够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 能够在这个世代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想想看 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在弥加书六章八节说 世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心公义 好怜悯 存健备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神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有听见吗 请我们一重来祷告 当我们看见 神对那些不义的审判官 是何等的不满意 神要亲自来审判他们的时候 我们是在看见 神是那位公义的神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对于不公义的掌权者 或者腐败的政权 有一些制约的方式 好比说暴政必亡 就有人出来推翻他们 比如说政权轮替 就有人用选票 来选出不同的政府 但是诗篇八十二篇 让我们看见 在这一切之上 还有一位至高的神 神对于这一切 在人世间 拥有更高的权柄 可以去审判人 定归人 生死或乎的人 神要审判他们 他们决定了别人的 对 错 或 神也要决定他们的 对 错 或 神是公义的神 神要审判一切 不公不义的审判者 神要审判一切 不公不义的官长 神要审判一切 不公不义的老板 神要审判一切 不公不义的父母 神要审判一切 不公不义的师长 我们是不义的 面对神将来的审判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请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祝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我们进会的审判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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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主 我们赞美你 你是公义的审判者 你是至高的神 主 这地上似乎找不到 公义公平的审判者 但是在你那里 有永远公义公平的审判 谢谢主 这地上的法官 或许会有错误的判断 但是在你那里 天上的法庭 永恒的法庭 却是公平公正公义的审判 帮助我们谨慎战兢 活在你面前 在湾区背面的时代 将你的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向明光照耀 感谢主 主是的 你有生命的道 你是那明光照耀 主你也提醒我们 你已经指示我们何为一善 让我们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我们的神 就是你 一起同行 主帮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 约你说 为愿公义如大水滔滔 公平如江河 主恳求你帮助我们 真实能够可以靠你的信实 以你的信实为良 更行出你自己的本性本质 好叫你的道运行在这里上 我们如此祷告 祈求是奉考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个世界上的掌权者 这些审判官 他们在人的私欲 软弱和败坏底下 他们所做的一切 是没有办法让神 让这位至高的神 让这位至中审判的神 来满意 但是 什么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面对这一切的不公不义 面对这一切的失败 无能的执政掌权者 应当有的执责 使徒保罗在提摩泰前书 告诉我们 他劝我们 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 代求 祝贤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当如此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的执责 当我们这个时候 就举起圣洁的手 来入我们这些国家 全家的领导者 掌权者 审判者 我们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可以悔改 归向神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祝神愿力做坚持的掌权者 主啊 就是我们国家的总统 祝神愿力做坚持的 我愿者 祝他们也请中 以后 祝他们也请 主要是我们谢谢你 主啊 是的当我们看见这个国家 主 我们有很多 主啊 真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 主啊 当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用失望的眼光跟态度 来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主 我们真的不知道 当如何为我们的国家祷告 但是神祢的话语却不断地教导我们 主 当为国家 为在上掌权者祷告 主啊 这是神祢的心意 主 我们真的不能够逃脱这样的旨意 主啊 当我们看见不公不义 我们唯有用更多的祷告 来拖住这个国家 主啊 我们相信 主 我们相信祢掌权在这个国家 主 我们相信神祢掌权在每一个 主啊 神的百姓 主啊 这些掌权者 他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 我们相信 主 总有一天 我们会看见祢的话语 要成就在他们身上 主 愿我们国家的掌权者 他们能够行公义好联名 存千倍的心与神力来同行 主啊 这是我们的祷告跟呼求 但是神我们永远不失望 主 我们因为对祢永远不失望 我们就用更多的祷告来拖住这一切 谢谢耶稣基督 主 再一次将台湾执政掌权者 交在祢的手中 从中央到地方 主啊 愿祢造访所有的行政首长 主啊 愿祢对他们说话 主啊 求祢对他们吹气 主啊 将那爱惜台湾百姓的心 放在他们的里面 主啊 让他们有决策的智慧 主啊 救他们脱离那一些 污秽肮脏的斗争 主 我恳求祢 主啊 再一次将台湾的政府 交在祢的手中 求祢来掌管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神是那位至高的掌权者 但是我们会期待神掌权吗 我们会期待祂的审判快快地来到 有没有想过 当神公平公寓的审判来到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让我们向神来仰望 让我们趁着还有今日 让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 让我们真的靠着祂加给我们力量的 我们可以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我们的神同血 世人不要等到将来来看到公义 今天他要从神的儿女身上 看到公义 怜悯和谦卑 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主 心得我们仰望神 主啊 神我们要求的进入我们 安心都为神做多的时刻 祝我们真的活着祢的生命来 祝我们真能建造自己的公正 祝有自己的生命 那是能化身的灵魂都在现场 祝我们要求的 祝我们真能活着祢的生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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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每一个祢的儿女 祝我们祢的百姓们 祝啊 让我们真的是靠着神祢的话语 站立在祢的面前 祝我们每一天当谨慎自首 祝啊 是的 让我们真的愿意敞开我们的心 祝啊 让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祝啊 真的是接受神祢的教训 祝啊 让我们真的是一生能够遵行在神祢的道路的当中 祝啊 真的是依靠圣灵的力量 不是依靠我们自己 祝啊 在今天我们再次将自己全然交给祢 祝啊 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让祢满意的儿女呢 祝啊 今天愿祢得着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能够照着祢的心意 符合祢的真理 让生命的道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 让我们可以荣耀祢的名 在这个地上 行公义 好怜悯 存千别的心 与祢同行 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你坐这位王 道永永远远 水洪水凡痕 我见你仰望你 你坐这位王 谁听我呼 呼救 使我令苏醒 有不过你身体 你坐这位王 道永永远远 你坐这位王 道永永远远 水洪水凡痕 我见你仰望你 你坐这位王 谁听我呼救 使我令苏醒 有不过你身体 你坐这位王 道永远远 明镜与点点栏目